这位是我们的大厨 这是我们小张 还有我们的新妹 是新妹吗 还有小林 今天呢 光哥特意打电话 叫他们几个都一起过来了 然后呢 这是今天过来的 嗯 就是因为小凤 这个这段时间 跟光哥有些小矛盾 一直以来呢 都是不怎么 不怎么愿意原谅光哥那样子 就是不怎么原谅吧 所以呢今天我特意叫他们几个来 一起跟我光哥商量一下 到底怎么样才能够 拿回小凤的这个心 大厨 除个主意买一炒菜 你炒得这么好 炒菜是另外一回事啊 你平时你老婆 以前你拍拖的时候 你送什么最珍贵的礼物 你要重复一只高 你旧情就得了 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的 我以前拍拖的时候 送过一束花而已 一束花你就记得那时候 是什么花啊 再重温一次 你的意思 我们大厨的意思呢 就是叫我再买一束花 要玫瑰花还是要路边那个野花 还是 那你以前送花在喜欢什么花 我都是在路边买的 路边那边采的 因为之前我说真的 之前我生活都顾不上 所以就那个 那你就就跟以前一样啊 又是在路边采的 主要是自己老公送来 他就喜欢的嘛 你有心就好了 你这个意见挺好了 我记在心里了啊 这是我们的小张 小张你觉得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拿回小凤的方心呢 因为你之前也过去小凤那里玩了一段时间了 是啊 是不是啊 你觉得小凤最喜欢什么东西 你帮他买套衣服啊 我的天哪买套衣服啊 是啊 买套衣服 他买衣服他要买很贵那种的嘛 要我几百块了嘛 他要买电牌的嘛 差不多 哎呦小张啊你还是最懂女人的心啊 还有他说叫我买一套衣服啊 就是那个牌子的那种啊 这个我觉得我买还是不行了 我要亲自的带他去买 大家说对不对 明买是吧 明买好一点 就我带他去买嘛 啊也行 他看上哪一套 也可以就默默的就买单就行了 对吧 但是我买的买到窄了一点厚了一点 颜色不同他又不喜欢 对不对 嗯 还有那个心妹叫心妹是吗 是的心妹 心妹啊 那个心三个三个金的那个心 啊 心妹妹你们是女人的 你肯定要给我一个好一点的建议 啊他们两个都是这这这食物 食物心 物质型的啊 我觉得的话呢 应该讨好的家 那个你的 相公的家人的丈母娘 买两个猪脚去 买个烟鸡去 有点那种 有诚意点拿过去 也是牧师的 你的你的这个就是 就是打感情牌 也不叫打感情牌 这个他的这个说法呢 就是说叫我先讨好丈母娘 讨好外家 然后呢搞一些美食 猪脚鸡或者其他好吃的东西 然后呢 然后才能够得回小疯的放心 是不是 是的 是的 你的建议就建议挺好 来这个赏给你 谢谢光哥 哎呀小灵 小灵呢也是跟光哥也有一段时间了 今天一听到我的电话马上就赶来了 我说一定要绑架我 不管咱们以前有什么样的想法 或者是咱们有什么样的不同 不同想法也好 矛盾也好 是不是 所以呢咱们都会把它放过那边去了 反正人生短短就那么几十年 对不对 人生就那么几十年 是吧 我们都三四十岁的人呢 像我光哥要四十岁了 最多我是受一百岁 还有六十年 对不对 大厨 哎 对呢 小灵你要帮我出个主意 那以后以前的事情我们就不讲了 不管是什么矛盾 我们都不讲了 对不对 你帮我出个主意 其实女人呢都是要哄的 要哄的 对呀 你要对她好一点 然后就是说 夫妻之间总会有一些矛盾是吧 就像你在这边教我们这些学生 人家都说你只教女学徒 其实也教男的是不是 所以说小凤 他看到你们 你整天教我们这些女学生的话 他也会吃醋 这些都是要你去哄一下他 跟他解释一下 解释清楚 这样他就不会误会了 其实很多都是误会引起来的 哦 其实你的意思呢就是说 要我多沟通 嗯 就是缺乏了沟通 是吧 对 然后呢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嗯 然后呢 就是多沟通 因为 凡是自己 如果我是个女的 我老公 我老公 整天就跟了一帮女人去 要唱歌 要嗨 要苗苗苗来 飘来飘去的 那我也会吃醋啊 大家说是不是 对 所以呢 你们的这个想法呢 我会理解的 对 以后呢 我一定要跟他好好的高通 嗯 大家说 还有我们每位朋友们呢 如果有什么样的好建议 你可以给我光哥 来一个建议 我一定呢 要在这短时间之内 把他的心拉回来 然后来到我的基地这边 来到我们的基地这边 然后呢 就一起 一起把自己的家庭也好 事业也好 要做得非常的好 要做得好一点 给大家看 大家说好不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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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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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本次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今天就光哥幸福一晚了 对 拜拜 拜拜 拜拜